We are Swarm Internet TV Station 我是示威天鹅网路电视台的主播Coco 今天呢是2011年两岸海峡的首度的儿童嘉年华会 刚刚呢我们也欣赏到了在对岸的好朋友呢 因为这位沙老呢带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呢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沙老呢 您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书法的那个内容呢 因为孟特索利的教育宗旨和我的理念啊 是完全吻合的 我30年前在大陆啊 就用三字经弟子规签字文就教育儿童 教育我自己的孩子 那个时候大陆普遍还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比较领先的 男君女士呢电话里头一给我讲 我非常的理解 然后呢我提起笔来 实际上没用几分钟 就是四言三十二句 哇真的是太优质了 太优质了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您的大作啊 对对对 这许多都您大作 那这么多幅的大这些的作品当中呢 您有没有对于哪一幅作品呢 呃就是特别的感觉的印象很特别的 比如说把它想写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想法 呃我写的这些作品呢 人家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头画画的也好写字的也好 都认为自己的是得意之错 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写了每一幅字没有自己满意的 哎 杀老太客气了 真的是这样的 写了自己端向端向 哦这个地方有缺憾 我就把它废掉了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就是观赏过了 很多都拍下来了 其实杀老的每一幅的作品都是经典之作 真的是 我们非常开心哦 然后可以访问到杀老您 那杀老您有没有什么话呢 想对我们这边的好朋友讲几句话呢 哎呀 我们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血肉同胞啊 是 哎 无论在文化方面生活习俗方面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 是 哎 虽然搁着这个海峡 但是我们毕竟是同俗同总 对 哎 是感情非常深 这边的这个哪怕有一点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灾害性的天气啊 比如说我们也很揪心啊 也很揪心啊 哎 儿童教育这方面呢 这个说实在的 这个台湾传统教育啊 对于这个文化 比大陆要抓得好一点 哦真的啊 哎 比大陆要抓得好一点 继续努力继续 对对对 现在呢 不过大陆也重视起来了 也重视起来了 对 儿童教育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嗯 对对对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呢 沙老接受我们的示威天鹅网络电视台的访问 也祝您呢 在台湾这边呢 能够好好的玩 呃 尽情的 就是看到了很多一些喜欢的地方呢 把它拍下来 然后你有些灵感呢 呃 也把它写下来 然后呢 送到呢 对岸的这些好朋友们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分享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 嗯 我去年是八月份 随团来过 走到什么一个景点之后啊 我都要写一首小诗 哈哈 这样子啊 所以 我现在啊 我虽然搞了一辈子科研 我的诗写了五千多首到六千首 哎 五千多首 而且你看看这四个字的 一般人啊 过去啊 都写 我也有别人写这个的 但是最不同的是下边啊 我每四个字下边都配 配一个 呃 七言四句 我不敢说是绝句 有没有不符合绝句的 这个规则 哎 哎 哎 对对对对 对 每个你看下边都有 都是别人没有的 嗯 都是别人没有的 这都是沙老的 这个创作的 这个代表的 很多的作品 爱地球 请沙老来弄一些钱啊 对 刚刚呢 有提到就是说 如何的来这个爱地球啊 然后就是救自己 跟救这个地球 对对对 然后很多的一些什么 环保啊 这个部分啊 那我不知道沙老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吗 如何的来爱这个地球呢 呃 这个说实在的 这个地球啊 近些年来 随着这个 每个地方的这个工业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伴随着来的负面的东西啊 就是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这个呢 是普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现在大陆啊 对这个事情也非常非常重视 也很关心 但是它毕竟啊 但是它毕竟啊 范围太大 地方太大 是吧 有 有些事情呢 是一下子啊 就是可能抓不过来 这个这个可能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太太多了 所以北京呢 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 怎么去推动呢 有有有有 这个这个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 这个这个都有 哎 比如说不是 比如说这个这个垃圾分类啊 电池分类啊 是吧 这个少用这个衣丝性包装的塑料袋啊 这些东西啊 也都开始 这个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方向 对 我们谢谢沙老 那另外呢 沙老您说你有来过台湾哦 那你来过台湾呢 去过什么地方 您觉得印象最深厚 最好玩的 去过的地方都觉得很好玩 你看我去了日月潭 和少祖的头目石磊 我们还成了好朋友 我送给他一副饰 他也送给我礼品 他本来他那个打扮 是不允许摄影的 他是专门让我们两个合影 过利了 你看 然后我回去之后 我又专门给他写了 然后呢 你看到了这个中开禅室 这个也非常有一个想法 我就是不主张资料里头 点那么多的想法 又熏这个佛殿 佛堂 又熏佛炎 是吧 这个说实在的中开禅室 这个作法 我非常喜欢 这个护照的 因为像这样子 就是寻了很多 那些也造成很多的污染 對,你看吳鳳那個詞,這個也很有意義,是吧? 吳國老在那裡也有提了個臉 然後到了南端的這個叫做英倫鼻,毛鼻頭 對,台灣象徵性的一定要去的地方 然後到華蓮,到那個溫泉那個 華蓮,台東那個地方 對,對,對 然後這個幽露也上去 發生怎麼樣,就是說,來到台灣呢,很多的地方呢,都可以呢 還有老兵修的那個路那邊 就是台灣東岸的,進去跑上一個,我們也參觀了一下 也真是很不容易啊 大概是有二百多老兵,在那裡飛嘛 所以你看沙老他來到我們華蓮 江蕊自由行,歡迎再來 這個,對,可以說呢,在台灣這邊呢,走遍了這個 可以說是我們這個北中南南 這個那個那個非常,就是說我們等於是 標示出的那樣子的一個風景區哦 這個讓沙老,沙老 你看到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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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狗 高雄,高雄,高雄 高雄,高雄 高雄在什麼地方呢?還記得嗎? 對,高雄 耶,不錯吧,高雄 然後還做了做這個高雄市長啊 陳菊 還到那個愛河邊上,就是六道六道 嗯,真的很 很棒哦 所以呢,欸,各位好朋友 這一次很好玩 記得哦 找個時間呢,一定要來台灣好好的來玩一玩 那現在我們就請沙郎最後跟全球的好朋友講一些祝福的話 詩詞就來了 靈感就來了 就祝福不僅僅是華人 祝福全球的人都一天比一天好 那種動亂一天比一天的少 那種災害最好別再降臨 多給我們人的一些福祉 多給我們一些福祉 這時候我帶給全人類的福祉 我們也謝謝沙老您這個祝福的話 已經全騙了這樣的全世界 又透過我們的示威廳網路電視台 全球都可以看得到聽得到您的祝福 我們也祝沙老您的身體健康福祉 創作不斷 一樣就是靈感的遠遠不絕的 到處都有很多您的一些的作品 謝謝沙老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沙老 謝謝謝謝 謝謝